現在在中華民國的國民齁 除了外省人跟金門人之外 跟共產黨都沒有仇恨 我們才有啊 因為我們有親戚被他打死嘛 外省人因為你跑來台灣 很多你的親友 在那邊被鬥爭死掉了嘛 或者在國共內戰跟他打過仗嘛 台灣人 我們現在所接近的台灣人 原住民、客家人 通通沒有跟共產黨打過仗啊 沒有仇恨啊 各位 只有我們是有了 就是 但是 為什麼現在民進黨號稱是以台灣人為主 他們要這麼仇恨中共呢 因為對他的選舉有利 他去塑造 哇 中共要對我們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呢 對他選舉有利 所以我們應該出來保衛我們的主權 台灣有主權嗎 沒有 中華民國才有主權對不對 前幾天日本宣布 釣魚台是日本的領土 全部把它列在教科書 民進黨到今天為止 今天4月1號已經這麼多天了 民進黨政府不講一句話 民進黨是以前垃圾組成的黨 不要臉啊 垃圾就是垃圾 一句話都不敢講 你談什麼主權啊 一堆臥臭的人渣 我講 可恥嘛 你每天講主權 只敢對中國大陸講主權 對美國不敢講 對日本像龜兒子一樣 你是人家養的嗎 我有時候看這個就非常氣 你知道嗎 我那天碰到 那天 前幾天金介壽來找我 我們還談起釣魚台的往事 那時候大家 他為了 整個 中華民國這塊領土 小小的 但是他的意義重大嘛 寸土不浪 就是這個精神啊 什麼叫一寸三合一寸血 你就是要保家餵土 民進黨是嘴巴在講啊 馬政府時代釣魚台附近 我們還可以去補儀 因為日本 我們跟他談判17次 前面16次都失敗 從李登輝時代一直談 到馬航九時代談成了 你要擱置主權我同意 但是我們要有儀錢 我們老百姓在那邊補儀 可以 像蔡英文上了以後又不可以了 請問你有什麼主權 主權是 民進黨的遮羞部 什麼都不敢講 然後每天 每天 嘴巴講的跟做的是哪一套啊 各位你看到民進黨就是一群垃圾 組成的黨 可恥你知道嗎 碰到 日本 跟我們的主權 他從來不敢講一句話 我有時候看的真可笑啊 這兩天媒體就在炒作 哇 日本要改國號了 要改國號了 5月1號 所有媒體在跑 日本改國號 關我們有那麼大的事情嗎 那我請教一下 今天大家知道一個叫令和的 國號 那他前面叫什麼國 叫什麼國號 啊他的前前面又叫什麼國號 你都不知道了 你關心日本有什麼國號有什麼關係 日本是個 內閣制國家 主要是首相嘛 然後每天關注在那個 日本人自己關注也就算了 對不對 有人問我說 啊天皇姓什麼 我天皇沒有姓啊 為什麼沒有姓 日本都有姓啊 像柯文哲的祖先叫青山 李登輝祖先叫元里 大家都有日本姓啊 我說日本天皇沒有姓啊 為什麼沒有姓 因為很簡單啊 因為他們是天 你們是人啊 我是天啊 我叫天皇啊 我是 我們這個家族是天 你懂不懂 我們是天神啊 我們跟你們凡人是不一樣 真的就是這樣啊 但是喔 講這些東西 其實不太重要啦 國人最熟悉的日本的聯好 叫做昭和 對不對 叫昭和嘛 那時候他是一個親類者 他們紀錄就昭和幾年 昭和幾年 我們一起掩訪 我們一起去看